朱先生被人们当作神 在白鹿园上下 神秘而又热烈的传颂着 有一年 麦子刚刚捏打完毕 家家户户都在碾压的 光洁平整的打麦肠上 晾晒心脉 日头如火 万里无云 街巷里被人和牲畜踩踏起了 一层厚厚的稀土 朱先生穿着泥脊 在村巷里叮光叮光的 走了一遭 那些躲在树荫下 看守粮食的庄家人 笑着发神经 红红的日头又不下雨 穿泥脊 不是出洋巷吗 小孩子们 尾随在朱先生屁股后头 嘻嘻哈哈 像看把戏一样 朱先生不恼不躁 不达不辩 回到家里就躺下午歇了 贤妻趁笑他 书越念越呆了 连个晴天雨天都分辨不清了 正当庄家人 悠然些傻的当 骤然间刮起大风 朝过一层乌云 顷刻间 白雨如珠 打麦肠上 顿时一片汪洋 好多人家的麦子 被洪水冲走 人们过后才领悟出朱先生穿泥脊的哑泥 痛骂自己一个个蠢笨如猪 连朱先生的好心好意都委屈了 有天晚上 周先生送毒至深夜 走出窑洞去活动筋骨 仰面一瞅满天心河 不由脱口而出 今年晨斗 说爸 又回窑里哭毒去了 不料 回娘家来的姐姐 此时正在茅房里 听见了 第二天回到自家屋就讲给丈夫 夫妇当年收把麦子 把所有的土地 全部种上了五色杂豆 福天里旷日持久的干汗 汗死了包骨 稻子和骨子 耐汗的豆类 却扛住了干汗 而获得了丰收 秋收后 姐夫用毛驴 拖来了各种豆子 做酬谢 而且抱怨 弟弟既然有这种本事 就应该把每年夏秋两季 成什么庄稼 拜哪样田河的天象 告诉给自家的主要亲戚 让大家都发财 朱先生 却不开口 事情由此传开 庄家人 每年就等着看 朱先生家里 往地里 撒什么种子 然后也就给自家地里 也撒什么种子 然而像朱先生的姐姐 那样得意的事 再也没有出现过 朱家的庄家 和众人的庄家 一样遭灾 冷子打折了包骨 神虫吸干了麦粒 蝗虫把一切秧苗 甚至树叶都啃光吃尽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 朱先生不是神 而是天机不可泄露 给自己的老子和亲戚 也不能破了天机 后来已知发展到 丢失衣物 集会上走丢小孩 都跑来找朱先生 打挂问补 他不说 这些人就不走 哭哭啼啼的 诉说自己的灾难 朱先生就仔细询问 孩子走丢的时间 地点 原因 然后做出判断 帮助娱乐的庄家人 去寻找 许多回真的应验了 朱先生开办白鹿书院以后 为了排除越来越多的 求神问补者的干扰 就一个连一个推倒了四座神像泥台 对那些吓得发吃发呆的工家们说 我不是神 我是人 我根本都不信神 白鹿书院开学之日 白鹿书院开学之日 朱先生忙得 不亦乐乎 却有一个青年农民 汉流浃背 跑进门了 说他的一头 怀毒的黄牛 放轻跑的 不知下落 请问朱先生 该到何处去找 朱先生正准备开学大殿 被来人纠缠住 心里头反应 然而他休养极深 为人谦和 仍然喜滋滋的说 牛在南边方向 快跑 迟了就给人拉走了 那个青年农人听罢 转身就跑 沿着一条窄窄的田间小道 往南端直跑去 迎面有两个姑娘 手拉着手 在路上并肩而行 小伙子跑得气喘如牛 摇摇晃晃 来不及转身 正好从两个姑娘之间 穿过去 撞开了他俩拉着的手 两位姑娘拉着他 骂起来 附近地里正在除麦子的人 围过来 不由分说就打 说这青年农民是耍骚 使坏 青年农民招架不住 又变白不清 是拔腿就跑 那些人又紧追不舍 青年农民情急无路 就从一个高坎上 跳了下去 跌得眼冒金星 抬头一看 黄牛正在坎下的土豪里 腹下正有一只紫红皮毛的小牛犊 撑着靠子 在据奶 老黄牛悠然舔着牛犊 他爬起来 一把抓住牛江生 跳着脚 扬着手 对 站在高坎上头 那些追打他的庄稼人 发疑 发疑似的喊 哥们爷们们 打得好啊 打得太好了 随之 把求朱先生 行牛的事 述说一遍 那些哥们爷们 纷纷纷纷从高坎上 溜下来 再不论这青年 在姑娘跟前耍骚的事了 更加详细的询问朱先生 瞎指占卜的细烧末节 大家都说 这真是活神仙 行牛的青年农民 手舞足蹈的说 周先生 给我念下四句秘诀 要得黄牛有 急步朝南走 撞开姑娘手 老牛 舔牛犊 你看神不神 这个神奇的传说 自然很快就传进了 家轩的耳朵 大家后来见到姐夫的时候 问证 其虚实 姐夫笑着说 看了我不想成神 也不由我了 家轩 一贯尊重 姐夫 但是他却从来也没有像一般农人 把朱先生当作知晓天机的神 他第一次看见姐夫时 竟有点失望 早已明造乡里的朱才子 到家里来迎娶大姐 避欲的时候 他才得异毒 姐夫的尊荣和风采 那时候 家轩才刚刚穿上浑荡裤 才子的模样 普普通通 走路的姿势 也普普通通 似乎与传说那个 神乎其神的神童才子 无法统一起来 母亲在迎亲和送嫁的人走后 问他 你看你大姐夫 咋样啊 他拉下眼皮 沮丧地说 不咋样 母亲 期望从儿子的嘴里 听到热烈赞美的话 而没有得到满足 顺手 给了家轩一个抽脖子 家轩开始敬重姐夫 是在他读了书 也渐渐懂事以后 但也始终无法推翻 根深蒂固的第一印象 他敬重姐夫 不是把姐夫看作神 也不再看作是一个 不咋样的凡夫俗子 而是断定 那是一位圣人 而他自己 不过是个凡人 圣人 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 凡人却看不透 圣人的作为 凡人和圣人之间 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 天然界格 圣人 不屑于理会 凡人 争多嫌少的七十八事 凡人也难以遵从 圣人的治理名言 来过自己的日子 圣人的 好多 广为流传的 口歌化的 生活哲理 实际上 只有圣人自己 可以做得到 凡人是根本 无法做到的 房市招牌 地是垒 攒下银钱 是催命鬼 这是圣人 姐夫的名言之一 乡间 无论贫富 庄家人 都把这句 鲤语口歌 当惊念 当某一个财东 被土匪 抢劫了财宝 又砍掉了脑袋的 消息 传开了 所有听到这消息的 男人和女人 就会感慨着 吟诵出 圣人的 这句话 人们用自家的 亲身经历 或是 耳闻目睹的 许多 银钱催命的事例 来反复论证 圣人的 圣言 却没有一个人 能真正 身体力行 凡人们 性味十足 甚至 幸灾 乐祸 一番之后 很快就 至自己 刚刚说过的 血淋淋的 事例 与脑后 又拼命 去劳作 去挣钱 去迎接 催命的鬼 去了 在可能 多买一亩土地 在添一座 房屋的基运 到来的时候 绝不措施 两极 凡人们 绝对信服 圣人的 圣言 而又不 真心实意地 实行 这并不是 圣人的悲剧 而是 凡人 永远成不了 圣人的 缘故 从 白鹿村 朝北走 有一条 被牛车 碾压的 车折 深陷的 关路 直通到 白鹿园 北端的 园边 下了园坡 射过滋水 就离滋水 县城 很近了 白家轩 从园顶 抄一条 斜插的 小路 走下去 远远的 就瞅见 笼罩书院的 清苍苍的 百树 白家轩 踩着 溜滑的 积雪 终于下到 书院门口 仰头 就看见 门楼 嵌板上 雕刻着的 白鹿和 白鹤的图案 耳朵里 又灌入 悠长的 诵读 经书的声音 他进门以后 目不歇视 更不左顾右盼 而是端直 穿过院亭 一直走到后院 姐夫和姐姐的 起居室来 姐姐正盘腿 坐在炕上 缝衣服 一边给弟弟 起茶 一边询问 母亲的安宁 不用问 姐夫此刻 正在讲学 家轩就坐着 等着 和姐姐 聊家常 作为 瑕尔文明的 圣人姐夫 朱先生的 妻子的 大姐 也是 一身不宜 没有 绫罗绸缎 着身 电缆 大金衫 轻不酷 小小脚上 是系着袋的 夹只布鞋袜 只是做工 十分精细 那一颗颗布碗的 钮扣 和扣环 几乎看不出 针线的扎脚 姐姐比在自家屋时 白净了 也胖了点 不见臃肿 却更见端庄 眼里透着一种持重 一种温柔 和一种严格恪守着什么的 严峻 大姐 嫁给朱先生以后 似乎也渐渐透出 一股 圣人的气扇来 已经不是在家的时候 给家萱梳头 给他洗脸 给他补着 急了 还骂他几句的 那个大姐了 院子里 一阵杂踏的脚步声 家萱从门里望过去 一伙伙声员 朝后院走来 一个个都显得 老成持重 顶天立地的神气 进入设在后院的餐室以后 院子里静下来 姐夫随后回来 打过招呼 问过好之后 就和家萱一起坐下来 吃早饭 饭食很简单 红豆小米粥 掺着扁豆面的蒸馍 颜色发灰 切细了的萝卜丝里 拌着几滴香油 吃饭以后 姐夫口中 桌进一串干茶叶 咀嚼良酒 又吐掉了 用以消除萝卜的气味 免得受客 或者与人谈话时 喷出异味来 姐夫把家萱 领到前院的书房 去说话 五间大殿 四根明珠 涂成红色 从上到下 油光增亮 整个殿堂里摆着 一排排书件 架上割满了一摞摞书 进入后 就嗅到一股 清幽的书纸的气息 西边隔开 形成套尖 挂着厚厚的白色土布门帘 靠窗 这一张宽大的书案 一支精雕细刻的玉石笔筒 一支玉石笔架 和一双玉石镇纸 都是姐夫的心爱之物 资水县 以出产美玉儿 闻名古今 相传秦始皇的玉石 就取自这里的玉石 除了这些 再不见任何摆设 不见一本书 也不见一张纸 整个四面墙壁上 也不见一幅水墨画 或者一针条幅 只在西山墙上 贴着一张 用毛笔勾画的 本县地图 家宣每次来 都经不住想 那些字画条幅 挂满墙壁的文人学士 其实多数可能都是 附庸风雅的草包 像姐夫这样 真有学问的人 其实才不显山漏水 只是把学问 装在自己的肚子里 更不必挂到墙上 去唬人 两个人 坐在桌子两边的 直辈椅子上 中间是一个木炭火盆 炭火在静静地燃烧 无烟 无烟 烧过留下的 一层白色的炭灰 仍然明晰地显露着 木炭本来的木质纹路 看不见烟火 却感到了温暖 姐夫一边添加炭瓣 一边支起一个三脚支架 烧水 吸茶 家轩就把 怎样去请阴阳先生 怎么在雪地里撒尿 怎么又发现那一坨 无雪的漫坡地 怎么挖出怪物 以及拉屎伪造现场的过程 详尽束缩了一遍 然后问 你听说过 这好事没有啊 姐夫朱先生静静听完 眼里露出惊异的神光 不回答他的话 取来一张纸 摊开在桌上 又把一支毛笔交给家轩 说 你画一画 你见到的那个白色怪物的形状 家轩捉着笔 在墨盒里高顺了笔尖 有点笨拙 却是十分认真的画了起来 画了五片叶子 又画了杆 把叶子连结起来 最终还是不无遗憾地 憨笑着 把笔交给姐夫 我不会画画 朱先生拎起纸来 看着 像是揣摩着一幅八卦图 忽然嘴一作 神秘地说 小弟啊 你再看看 你画的这是什么 家轩 家轩接过纸来 重新审视一番 仍然 憨憨地说 呃 这 基本上 就是我挖出来的 那个怪物的样子啊 姐夫 笑了 接过纸来 对家轩说 你画的是一只鹿啊 家轩听了就惊诧地 说不出话来 越看自己刚才画下的笨拙的图画 就越像是一只白鹿